比各位的四百... 我也不相信周美青女士一年花兩百幾萬 應該不會啦 兩百萬你花六三百幾萬 你可能一年花一百幾萬而已 哪兩百幾萬 因為你剛才說我們四十二萬十三百... 你要加靠所得稅啦 他要繳稅 他的稅率可能是... 大概四十八喔 四十八有可能 所以一個月他要花十萬嘛 其實喔 麥英雄是所有的官員就在最好的 最好的最多啦 有價證券最多是什麼人 有價證券最多是陳聰 高票限制他一億 土地最多是林鄭哲 總共土地差不多二十四筆啦 二十七筆 處建物最多是來政部長李鴻元 二十四筆 上官包括這個存款上... 隔園存款上第二這就是林議士 這個秘書長 所以你看這個隔園總統 財產都九億的大都兩億的豪宅 陳聰大的財產都兩億了 所以這個隔園他也知道人民生活的艱苦 所以之前《遠見雜誌》做調查 你問這個隔園說你覺得人民有幸福嗎 九十幾個的人說 這個人民的生活是最幸福的 他們都不知道說我們政委員在說 誒 要吐海捏魚 這些油呢 純粹要加油呢 他們都不知道說這個油 蓋面的影響是怎樣 鐵虎如果要塞出去 這也要吃油呢 你人家就要叫這些做事 捏在頭又去滾嗎 隔園 我們這些中小企業 這些油去拖環 他們都靠這些隔園在外面賣小資 陳委員我是講的 隔園都要錢 他們這些人都完全不知道人民的生活的艱苦 我建議你替我不要這樣說 他真的聽不懂 你要說更原資 你說替我像虎假糟就不可以了 是啊 所以他們都完全不知道說 這個生肚小民在過的艱苦 誒 這個沒有加油 沒有用電 這個會死人 會出事的 因為生活沒辦法過嘛 所以有很多人在選擇 不是自殺 對 挺身走險 做生說生肚子有很多這些問題 做生家破人亡嘛 對政府完全對人民 一時說疼心 同理心就完全都沒有嘛 這個 這也是TVBS做的新聞 今天 說法惹民怨 馬英九又剖臉書 談油價 共乘節能 連TVBS都看不下去 他還繼續轉載新聞說 油價調整後 高節搭乘爆量 大台北民眾也採共乘制 有達到節能減碳之效 這說法讓部分民眾更火 諷刺馬英九選贏了就變了 選前選後減職兩個樣 這不就是我講的嗎 結果 他的記者說 跟總統說 總統 油價長為什麼只在臉書公佈 馬總統說什麼 嘿嘿 馬總統連理都不理你 嘿嘿嘿 記者又問 每天都問哦 油價怎麼一次長那麼多 馬總統說什麼 還是不理你 還是不理你 這幾天不管問多大聲 馬總統總是不理你 記者又問 總統為何選肉 油價一直長上來 馬英九還是什麼 還是不理你 全民關注民生重大議題 他閃閃閃 有民眾不領情 網友留言更直腔 馬總統你出來面對 不要躲在臉書後面 全世界哪有這種領導人 我想按爛 為什麼不能按爛 網友氣到把選舉期間 馬辦台灣加油站的logo 酷手成油槍說 689萬頭馬好英明 原來選後變成台北好好拆 台灣加油長 這樣 總統怎麼不敢講話 來 徐老師 網友我真的要講 我們總統 你真的是沒有種 你敢在臉書講說什麼 短空長多 你敢講說捷運坐的人增加 大家在那邊共襯 節能減碳 記者問的時候你就當場這樣講 你看記者會怎麼嗆你 對嘛 我問你這些記者 搞不好都騎摩托車的 要自己加油 我想請問各位 馬總統什麼時候 需要自己加油過 我講不是他現在當總統哦 他當台北市場的時候需要嗎 他當法務部長的時候需要嗎 我甚至懷疑 他當總統府的英文翻譯秘書的時候 也不需要在那邊自己加油 他哪知道我們加油的痛苦是什麼 這些記者都需要加油 去問馬總統你跟他們講 短空長多啊 你對記者講啊 為什麼不敢講 節能減碳啊 他沒有種 因為他知道怎樣 民怨沸騰 為什麼 否則為什麼不敢去大溪買豆干 怕什麼 怕跟去 陸港浮選一樣 人家嗆你嗎 同意什麼都不講 反正哦 你們這些倒楣的死光光 以後就沒有什麼好抱怨 旁邊都是有錢的人啦 閣員裡面每個都比什麼 比土地 比房子 比誰財產上益 這樣的內閣 他會知道老百姓生活在什麼嗎 我覺得這是台灣的諷刺啦 一個年輕人為了省15塊加油錢 怎樣被摔車摔死 我們總統當天怎樣 財產破譯 真是恭喜中華民國啊 我不認為徐老師說的 馬總統沒有種 我認為馬總統真是有種 你現在大家都說 誰理你啊 懶得理你 你老百姓是怎樣 他根本沒怕你啊 我去這樣啊 還給你挑眉啊 你有送嗎 對不對 我現在回來老化老調啊 你老百姓敢怎麼樣 我馬英九夠有種啊 我等你們老百姓來看怎麼啊 我就是外交 我就不會說話 你們是外交 你們對我沒有辦法 我幹嘛理你 這個政府 馬英九這個政權心態 我們不是怕這麼說 四年前就開始跟台灣老百姓說了 你們聽不到就沒辦法 馬英九現在給你這個態度 只是四年前再繼續延長而已 你對他沒有辦法 他已經當選了 連任了 現在 現在 懶得理你 你們問什麼 我問你不解釋 現在等了 馬英九的藝術台下就是什麼 我覺得是一個挑釁 不然你們會計劃嗎 你們會計劃嗎 是不是 你也對 因為他如果認為 你對他不會造成任何的 政權造成任何的 影響或威脅的時候 那就 繼續我講話 這樣而已而已 其實我相信 情況會更加惡化 因為 今天 你立法委 立委 跟經濟部長問說 連問三次喔 屏東的立委 蘇貞清 跟他說 保佑 電可以了 不要去喔 連帥問三次 事實在想嘛 連帥回答三次喔 我們要電價合理化 核事繼續幹 下去了 那經濟部長沒有點多 他說 因為你們延後一個月 台電就要多虧一百億 這樣 因為英文就是國營失業的虧損 這樣子 那這個等一下呢 我們要開放給大家COIN 來先休息這個報告